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休闲美食之都名望和世界美食名城的美誉 不同的地域特色造就了不同的美食风格 而在众多的食物中 面食无疑是最朴素 最具地方代表 也最能体现家国之私的食物 按说从美食地理学的角度来看 杭州是典型的鱼米之乡 杭州人的主食确实以米饭为主 但是您可能想不到的是 杭州城里面馆超过两万家 且家家门庭若市生意火爆 所以面食在杭州人心中的地位 也是举足轻重的 面在杭州不算主食 只能算点心 不为饱度 只求其滋味 由此可见 杭州的面条置于以面食盛行的北方 风格是截然不同的 北方之面厚重粗广 此时 吃的是个实在 杭州之面轻巧精致讲究 吃的是个味道 杭州虽是鱼米之乡 但不能阻隔当地百姓对面食的喜爱 很多远道的来客 没有想到的是有两种面条 自古以来都是杭州独一份的招牌味道 这是一家专营面食 一百五十年的老面馆 从1867年清朝同志年间开业至今 一个多世纪的手艺 味道可想而知 一般的豆腐豆腐 豆腐的 炸姜面 而这家店的当家主厨赵健 他对于瞎报善做法的传承 向来是自信 甚至是自尽的 常以正宗自居 毫不客气 虾爆善面 虾是和虾 芝芝新鲜饱满 黄扇呢 要求更为严苛 大拇指粗 每斤五条为宜 且需在水中养至土静泥星 方可开膛拆骨 爆善的料头 最主要的有三个环节 一个是蒜鱼的二氧 第二个呢 就是你的烹饪时候呢 这个蒜鱼要通过大的油锅 去油炸的 那么有三道 取大油锅油炸扇鱼 经过240度油温 第一次的改变 扇鱼表面迅速卷曲焦黄 然后立马捞起 带油的油温再次升到240度 再将扇鱼进行第二次的口感生化 那么这样的蒜鱼炸好了以后呢 外面是松脆的 里面的肉质呢 还有保持一种鲜嫩的状态 那么通过我们的厨师 在迅速的环节当中 把这个原材料烹饪出来 虾爆善面的制作充分展示了 烹饪的烹饪特色 其中的虾仁扇片 要经过三油爆炒 菜油爆 猪油炒 麻油焦 扇片加料爆炒至翻熟 食材捞出卤汁流锅 此时放入面条会煮 最后再淋上爆好的虾仁扇片 由于烧制时卤汁渗入面条之中 故异常鲜美 老一代的厨师 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的 清朝的时候的老祖宗做的面 说称的做钢面 做钢面 选用无锡头号面粉专人制作 用手工赶上劲之后 还得垫上一根碗口粗 九尺长的竹杠 然后呢 再人工作盐半个小时左右 每三十斤面粉需要打成八尺宽七尺长的面皮 才能够切成三分左右的面条 做钢面烧而不糊 任而划口 烤鸠的制法让其吃起来 饱含筋骨 这样的一碗虾爆扇面出锅 虾嫩 洁白如玉 扇脆 黄亮如金 面条柔滑透鲜 香气吸人 扇 虾 面 三者的香味 裹挟在一起 这时刻吃在嘴里 味在舌上 香在鼻中 鲜香脆嫩 那个滋味 是美不胜言 是通过实践当中 琢磨出来的 那么保障这个食材 在我们这一道当家面当中 对它继续的食用 发扬下去 虾爆扇 单听这个名字就很武侠 很江湖 虾与善皆是江湖人颇为喜爱的食材 在富有想象力的江湖大厨手中 岂有一山不容二虎的道理 但是若论杂柔 杭州地道的另一种面品 不仅是大名鼎鼎 更是用传统食材 调出了惊喜呀 骗儿穿几乎是杭州这座城市的一碗招牌 杭州本土的面店里 没有哪家是不烧骗儿穿的 无名是面馆 一家门帘简陋 不设招牌 寻常项目里毫不起眼的小面馆 却几乎承载了杭州城里 面店的独家传奇 他家的拼儿穿 不仅吸引了四面八方的食客 更是网络一众地道杭州人 经常光顾者 总会熟门熟路地叫上一碗 赵洪华烧面有个规矩 那就是一锅不烧两碗 一碗碗烧 一碗碗端走 以他做了二十多年的经验来谈 每一碗面条 汤水比例和火候大小 那都是有讲究的 面嘛他因为烫一下嘛 就感觉就是很滑溜的 就是放下去 它就马上滚起来了 就一般面已经熟了 所以他的面也很干净了 好比给他洗锅澡了 左边铁货 右边汤锅 一手吃长饼铝勺 另一手把十来粥片 七八粥片 小左学历红继菜 依次放下 淋一大勺之汤 利落动作的同时 一旁汤锅里下入面条 最多半分钟 面条捞起 或到货里 不放水 只放些许盐 马上装碗 整套动作下来 如行云流水 公道自然 无法研表 本身自己也喜欢吃面的嘛 就是每天我要烧一碗片尔串吃 一般杭州人都喜欢吃片尔串的 有些或者再加一块大排 加一个鸡蛋 就这样 片尔串的片是肉片 笋片 雪菜片 这个穿字呢 其实啊 应该是 窜 把东西放在废水里 稍微的煮上一煮 叫窜 窜变为窜 这样一改啊 颇为耐人寻味 正宗的片尔串 很有讲究 肉片 须是猪后腿上的一片筋肉 笋片 必须是新鲜的笋嫩头 雪菜呢 一律是鲜黄发亮的雪里红菜 鲜口 咸口 那都得恰到好处啊 雪菜就是你每天要自己呢 要尝一下好不好吃 一般嘛 我每天基本上都少玩片尔串吃 觉得这个雪菜好不好吃 好吃嘛 我就找他买 如果不好吃嘛 我再换别的地方再看一下 再就是面条讲究 正宗的片尔串的面条 是面馆自家摇出来的 扁圆的 小葱一般粗细 结结实实 清清爽爽 吃起来是韧结结 有嚼头 一般世上的干面 潮面 那是没法比的 笋呢 是白的 雪菜 是青的 一白一青 一鲜一酸 简简单单的江南清鲜之味 就在一碗片川里 展现的淋漓尽致 江浙一带呢 把面条的配菜叫做焦头 在杭州 焦头还有过桥的吃法 所谓过桥 面和焦头是分开上的 一碗面 一碟焦头 时刻呢 可以喝点小酒 焦头可以配酒 酒喝完 再把焦头连同汤汁 一起焦到面上拌一拌 这个吃法啊 就叫过桥 一个虾爆菜面过桥 好的 再来一个片儿川过桥 片儿川过桥 同样一碗面 既吃了菜 又能下酒 还能饱肚 这个符合江南人的性格 细致 讲究 片儿川的焦头 雪菜 肉片和笋片 也可以过久 再加上两三片熏鱼 或者是几只豆腐包 有滋有味 我带你去断桥看看 好 我带你吃 杭州的面条 不只有片儿川和虾爆扇 还有数不清的焦头 和挂汁的半川 而且 奇怪的是 在清秀雅致的杭州 人们却对内脏类的焦头 忠情不已 其中呢 猪肝半川 腰花半川 更是很多杭州人的心头爱 我们现在的市场上 我们看到最多的呢 就是半川 就是我们叫杭州半川 比方说我们的尖椒猪肝半川一类的 就是它呢 类似于炒面 然后呢 吃起来呢 也是比较香的 鲜香的 面条呢 也很柔 柔滑的 因为有通过油炒 原材料呢 比较鲜嫩 也有甘香的 那么吃起来了以后呢 就是和我们以前的那个炒面呢 就是两面环呢 是有一定的 口感上呢 有一定的区别 像我这样 土生土长的杭州人 也非常喜欢呢 猪肝 药花一类的 一个呢 它呢 也有比较好的营养的成分 第二个呢 因为呢 它这个原材料的质地呢 就是通过我们厨师的手艺 能够烹饪出它的原料 又脆又嫩 然后跟这面条 搭配在一起呢 因为面条也是比较柔软的 一个食品 那么两样东西搭在一起呢 都是比较我们 大家喜欢的 它们浓油赤酱 洪酿鲜热 和炒面的面条 充分拌匀 一晚下肚 杭州人会不由自主地 探上一声 露围 如果说杭州的面条 口味多少让人有些意外 那么同样作为杭州人 爱吃的一样面点 它的造型 口味和别称 可谓充分彰显了 江南鱼米之香 精巧细致的特点 它就是猫耳朵 一个寻常的中午 西湖边的杭州百年老店里 还是像往常一样 人声鼎沸 宾客满座 苏本华带着他的女儿 又一次来到了这里 苏本华已经不记得 这是第几次 带女儿来吃 他所钟爱的猫耳朵了 只是每一次来这里 总少不得是要吃的 对于猫耳朵 母女俩的爱好 出奇的一致 吃着这精致可口的 杭州传统名点 苏本华总是忍不住 会回想起小时候 爸爸妈妈 带他来吃猫耳朵的幸福记忆 现在吃到这个猫耳朵 我觉得还是像 儿时吃到的那种味道一样 因为小的时候 觉得吃猫耳朵 就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所以现在我觉得 经常回来吃 都会经常回忆到那种 小的时候那种 很幸福的那种感觉 对于土生土长的杭州人 猫耳朵是承载着 美好记忆的美食 所以当苏本华成为母亲 将生活中的各种经历 变成创作的源泉 在女儿的味蕾记忆中 留下更多 关于猫耳朵的美好故事 而记忆中的味道 就是靠这种敏感细腻 一代代传下来的 它并没有胸怀天下的雄心 而是一心在螺丝壳里做道场 通往一个完美 精巧 无限向内求的小世界 一推 一撒 一切 一搓 在仙巧细手的灵动中 从事面点工作 二十余年的点心师傅 叶玉英 将他对面点的热爱 和丰富的想象 全部融入了其中 猫耳朵 源于清乾隆年间 说简单点 其实是面疙瘩 但不同于面疙瘩的嫩滑 猫耳朵的口感 更为筋道 而他也是将杭州面点的 精致细巧 和鲜美的口味 发挥得淋漓尽致 北方人的面食 诸如西北山东 要么做成大饼 要么扯成面条 大张的饼 大碗的面 吃的是一个实在 而杭州人吃猫耳朵 想来想去 也只有一个词最为恰当 讲究 看似一碗简简单单 清汤寡水的面食 实际上却是十分的不简单 一颗颗形似猫耳的面板 玲珑小巧 都是师傅们用手指 一点一点搓成 面粉则必须选用 韧性更好的高筋粉 在揉捏推搓间 赋予了猫耳朵 韧性十足 入口香滑的嚼劲 大拇指按下去的时候 要让它卷起来 好像猫耳朵的模样 十分的可爱 猫耳朵 也是因此得名 除了面的烤旧 这看似清清淡淡的汤 更是透着精致的气场 和鲜美的回味 汤有上好的土鸡 金花火腿 香菇 瑶柱 笋片 等慢火熬制而成 这锅汤啊 清澈见底 不见浮沫 味道清雅鲜美 而且讲究 一锅汤用到底 中间不准加水 汤汁吸收了饱满的鲜美滋味 吃的时候用条羹一捞 除了白嫩的猫耳朵 还能看到红的火腿 绿的豌豆和粉的虾仁 鸡脯肉拌于其间 火腿钉如马脑 鸡钉似琥珀 一种配料与猫耳朵在汤中浮沉 口感富有层次 朴素的外表下 藏着的是丰富和精致 猫耳朵两碗 猫耳朵两碗 作为杭州著名的传统名典 猫耳朵在1997年 被中国烹饪协会 评定为首批中华名小吃 虽说名气大 又深受食客喜爱 但是猫耳朵更像是一位 养在深龟中的名门龟秀 用料如此烤鸠 在一般的餐饮店里 也真是不太能吃得到 其实在山西陕西一带 也有类似猫耳朵的麻食 贾瓶娃先生在陕西小吃小食路中有提及 麻食其制法为掐纸弹大面团 在净草帽上搓汁 如今汉中仍有会麻食 只是相比杭州的猫耳朵 还是要粗广豪放一些 人们通常都是作为主食食用 而杭州的猫耳朵 则是戴上了江南水乡 特有的精致灵秀 所以一般皆是做点心儿食 经过百年的发展与传承 如今的猫耳朵 更是被越来越多的厨艺匠人 赋予了全新的生命 和更为丰富的人文内涵 那么传说当中 其实猫耳朵的来历 应该从陕西那边也有 就叫马驼 到了江南以后 因为我们江南 我们的主食是大米饭 杭州有很多的一些点心 都是作为点心用的 杭州的猫耳朵 更富裕了一些什么 就是江南的人文的那些内涵 那么到了我们杭州 江南一带以后 进行了一些小的改良 一道龙井问茶 更是让他跻身高级宴会 扬名中外 说起这道龙井问茶 中国烹饪大师董顺祥 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推手之一 这个龙井问茶 当时应该是1997年 第三届全国烹饪大餐 我们集团有一个参赛项目 就是团体赛的一个比赛 那么集中有两道点心 97年那个年代 应该说很多的点心 我们这边杭州有很多的点心 都可以去比 比方说吴山苏油饼 杭州的传统 我们都拿出去过 但是不能一而再再而三的 所以当时的时候 我们还是考虑到一个创新问题 那么正好那个时候 就是杭州在评选一个 就是新杭州色情 龙井茶叶本身就是杭州的老文化 我当时考虑的一些想法 就是把猫耳朵做成龙井茶叶的形状 就这么出来了 没错 您以为这一朵朵鲜率欲低的是龙井茶 非也 它正是猫耳朵仿造龙井茶的模样制成 是不是栩栩如生 唯妙唯孝 其实啊 这形似龙井茶的猫耳朵 是由高精面粉与菠菜汁混合制成 不用烫水温水和面 而是用冷水和出来的特有的筋道和韧劲 当然了 最特别也最显功利的 还是在龙井茶的制作 为此董顺祥也发明了特殊的模具 就是这看似简陋的工具 却做出了完美又细巧的龙井茶型 再经两页一新的塑造 就像一朵胶嫩饱满的龙井鲜茶 我们的色彩把它做完成以后 然后呢就是当着客人的面 相当于我们泡龙井茶这么一个过程 龙井问茶应该说是传承了我们杭州传统名点 猫耳朵的特质 但是更多的呢就是融入了我们杭州文化的 杭州这种这种文化的器械 这龙井闷茶并非只有茶形 也有茶香茶韵 而茶香主要就是体现在这茶汤上的 茶汤也并非真正的龙井茶炮制 而是制作极为考究优选的金华火腿 加上本机文化熬制三个小时 那股清鲜悠悠 那里却醇厚绵长的暗香 正与龙井茶汤雅致的气质不谋而合 而作为一道精巧的点心 龙井问茶配料的比例 也是要多过猫耳朵本身的 猫耳朵占四成的话 料的用量则达到了六成之多 虾选用的是西湖里 急活的河虾 做龙井虾仁的正是它 火腿自然必须是金华火腿 再加上鲜嫩的本肌肉和上等的干贝 好料好汤好面三者合一 才成就了这道观之赏心悦目 食之回味悠长的龙井问茶 正是这种精巧的构思和创新的理念 使得龙井问茶在全国比赛中一举夺魁 并在之后的比赛中多次将金牌收阔囊中 而能人巧匠并未因此停下创新的脚步 我们可以融入一些龙井茶的 比方说我的汤汤里面是不是可以融入龙井 它还是有更多的可塑性和挖掘性 那么这种挖掘性不仅仅是在产品的那种制作上面 更多的是随着杭州的文化的不断的更新 不断的传承 新的那种猫耳朵的形态不断的诞生 所以我相信那肯定是这样 我们讲的是明以色为天 那么更多的通过龙井问茶 这么一个创新的一个产品 把我们整个杭州的一些美 一些韵味 都是能够在这个美色里面体现出来 让全世界的人们通过这一道龙井问茶 了解杭州 了解西湖 了解杭州的特产与美食 享受那种属于江南水乡独特的韵味 这也是猫耳朵的制作者们 潜心研究并精进的课题 杭州独特的人文底蕴和清雅气质 赋予了面食精巧细致的出品 北宋到南宋的变迁 又让杭州的面食具有了南北融合的特质 诗情画意与柴米油盐 文人气与烟火气 在杭州各美其美 有兼容并蓄 正如同这座城市的特质一样